议会人员喷洒酒精 逐一消毒桌面 南部疫情逐渐升温 高雄市议会截至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传出确诊 不过议员黄姐5月6号 公布他的快筛结果 出现两条线 我可能也确诊了 礼拜三的时候 我开始有一些喉咙痒 然后快筛结果是阴性 那昨天开始发烧 跟呼吸道的症状 那医生帮我快筛的结果是阳性 自主的停止行程 所以没有接触到任何的乡气 黄姐一早去医院PCR 目前正在等待结果 不过就在全民防堵疫情时期 张华国民党及议员张国栋 却散布这则消息 讯息写在高雄市 是执政者的县市 果然有分蓝绿 市府两百位公务员 采购四万几块筛 平均每位可打六个月 而且免费 果然人民生命 比官员不值钱 请大家逛穿出去 让高雄市长陈其迈震怒 知则这是不实讯息 不要做缺德的事情 扬言一定会重罚 张华县议员张国栋 事后立刻撤回讯息 声称是身为服务处 助理的老婆误转船 一句误转想草草带过 防疫当前全民各司其职 因为这样的假讯息 造成一阵混乱 更打击防疫人员 士气和社会秩序 高雄市府表示将依法追究 三星五线五面 超胜张 谢云珍 SN小组 张华高雄 综合报导 早上 然而郑 昨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